那在当年日据时代的资料里面 他们也明确地说这两种鸟没有杂交 那在1989年我开始在太鲁阁做研究的时候 发现太鲁阁的就是峡谷里面杂交的个体非常的多 在那个之后我就每隔几年就回去做调查 就发现说现在你要在太鲁阁峡谷里面找到纯的乌头翁 其实已经蛮难 杂交的状况好像是一个伤口一样 那我们会发现这个每一个溃烂的据点都在扩散 那心的放生的据点就是心产生的一个受伤的地方 然后慢慢它也变成溃烂的据点也在扩散 而且白头翁出现的据点常常跟放生以后 就是放生行为发生的据点是相关的 就是在那个的附近 所以我们相信在白头翁的这个分布扩张里面 放生应该也扮演了一个助长的角色 Dr.Iru Yong has studied frogs in Taiwan for 20 years and is a person most familiar with them 看有发生 还有三只的 这部芭花真的很多耶 四只 还有四只 我常常说它是不甘寂寞的影视 因为它都喜欢在这种山林里面 然后有这个水池 然后有影帝的地方 而且它叫的声音又有格外的响亮 你给你给你给 你不知道它在哪里 你看如果外一这边有牛蛙 它这些就完蛋 因为牛蛙也是生存在这种环境 那根本这个就是它的食物了 牛蛙是外来种 我们的名字的话就是北美大牛蛙 就知道它的来源是在北美这样子 那当初是因为为了 我们有人会吃野生的青蛙嘛 然后为了保护我们野生的青蛙 所以就引进来 然后让人家来吃这样子 哇 然后人们开始栽培 美国猫狼蛙 然后他们就很快 变成了一项 在购物标签的 人生存在 有一次在解剖 在上课的时候 然后就学生跟我说 牛蛙怎么嘴巴里面 又卡了一个东西 结果我打下来一看 天哪 塞了一只台湾本土的 共德式赤蛙 所以它们到野外去 它们体型非常的大 大概长到15到20公分 所以那青蛙本身来说 只吃活的 会动的 都是它食物 它是不管你哦 不管是哪一种 反正是活都会动 比它嘴巴小 都可能是它的食物 所以它就会吃 台湾本土的蛙类了 一旦让它在野外 其实你要让 野外生存了 而且有了第二代之后 你要让它请它离开 那是不太容易的事情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它就会变成了 它的货币 它们已经开始了 这年 但是这些 经济的 游戏 已经被解决了 尽量的 尽量的 已经被解决了 它是缺冻的 它是缺冻的 一年后 它用疫苗 就会再缺冻 它是缺冻的 它的数量 像它是缺冻的 它没有减少了 但是现在 它是生出来的 它在生出来的 它这些生出来的 那些小孩就被捕捉了 牠們吃掉牠們 牠們厲害的地方 最主要的繁殖力量很強 繁殖力量強的魚 而且牠好像沒有什麼天敵 牠那個魚上下都有那個 像鎮一樣的那個字 你把那些魚沒辦法吃 吃下去就算是 那麼一直到今年 一直到今年就是3月的時候 是我們開始捕捉這個 綺麗魚的時候 那發現用四角釣網 撈起來的這個 這個魚 幾乎 百分之五六十 百分之五六十都是捕捕魚 才發現 這個東西非常非常嚴重 As identified by the Endemic Species Research Institute the Indian Glassfish is a kind of small perch that was introduced to Taiwan as an aquarium fish but has now found a new home in Sun Moon Lake It is obviously connected with the practice of life releasing 來放生的 因為熱潭的這個牠面 非常廣闊 那它放生的地點 也不固定在什麼地方 但是經常聽到漁民 這個 打電話來就是什麼地方 在這個 放流 放流的次數 非常頻繁 非常頻繁 一個月裡面呢 至少只有五次六次以上 從生態面來講 它將來如果 不把它 這個趕快防治的話 將來可能整個牠面 就是玻璃魚的世界 在這裏 以為更加強迫 進行工資的 進行工資 審划鱼生機的獲物 在除了煩惱活動物和拈套 牙人被損失的販賊 這些牙人也在不斷會傷害 因為很多牙蟲類生存的區域 和氣候都不一樣 像高熱氣候比較乾燥 像台灣牠就可能不是了,因為台灣屬於是海老型,氣候比較潮濕,如果你放掉牠會火,但是牠會活不久,很快就斷命 Owning a pet is a lifelong responsibility. Some alien species come from climate similar to Taiwan. So, when they are abandoned, they quickly adapt to the wild and become invincible without their natural enemies. The red-eared turtle is a significant example. 這個小隻看起來是綠綠這樣小小很可愛,但是牠大隻以來牠可以大到30公分左右,而且大隻起來顏色會退掉,會變成那種黑咖啡色左右的顏色,就會變得很醜 所以很多人養到大以後就覺得牠變醜就亂丟了,而且這種適應能力都超強,不怕冷,不怕熱,不怕髒水 對,一樣牠就是藻類也吃,魚類也吃,所以在幾乎你在外面看到,而且牠生性有的大隻以來都蠻凶的,有的會欺負到我們原生種的烏龜 一個生物進到一個一個牠的,不是牠原來棲息地之後呢,牠當然會跟當地的生物產生食物上的競爭,產生空間上的競爭 所以當牠如果建立牠的竹犬之後呢,牠會有很大的機會把原生的生物給取代掉 研究員在台北海洞設置了一天一夜,他們採取了主要的怪物類型 Tilapia, Red-Ear Turtles,Tai Catfish 有這些,牠們的數字有的,牠們叫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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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牠們 牠們叫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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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們叫做